第六章 天灾之劫遗址 夜深 皎洁的月光洒落在碧绿色的海面 而绿渊症躺在其上随波逐流 伴着阵阵噼里啪啦的爆响声 它身上有赤白的电流闪动 像是条发光的深海鱼 它脸色苍白如纸 显然又受了不轻的伤 其实它可以避免自己受伤的 祖树公不是神器 拉动它虽然困难 但最多费点妖力 毕竟它只是执政长老赠予它的常规武器 沐浴在雷海之中也不会让它受伤 关键在它最后射出那一支雷霆天象剑 那支秒杀六阶巅峰登陆海怪的雷霆天象剑 具备七阶的威能 是它耗尽了体力 妖力和大部分天象之力 引动乌云雷海凝聚而成的 对它正在抗衡雷电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好在随着天象之力的恢复 它的身体也开始飞快复原 应该再有两小时就可以完全恢复了吧 按照过往经验 绿渊估算了下自己完全恢复所需的时间 海波轻卷 绿渊缓缓缓飘动 遥望着天穷上的璀璨群星 不禁出了神 忽然 它目光一定 神色迅速变得凝重起来 紧跟着 它毫不犹豫地调动妖力注入双眼 让它们化作树铜龙眸 整个世界顿时变得清晰 它的双眸紧盯深邃夜空的其中一片 仔细甄别那一颗颗明亮的星 在它的精准控制下 树铜龙眸像是可以随意调整焦距的望远镜一样 能够把那些星星放大观察 片刻后 绿渊的树铜龙眸定住 死死地盯着一颗闪亮的星 那颗星星明亮而闪耀 每隔两分钟就会爆发一阵强光 恍花了绿渊的眼睛 看着那颗星 绿渊无比困惑 生命意会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动用天网来搜寻我 在生命绿海 很少有人知道天网的存在 因为它才建成两年多 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 属于生命绿海顶级机密 它的建立 是为了配合天灾之节预警机 预测和监控天灾之节 不过它作为天穷最深处的眼睛 用来监控海洋和城市 还是没问题的 找个人也不在话下 不过 如果树狱觉得凭借天网就能锁定绿渊 那就大错特错了 天网是生命绿海的顶级机密 鲜少有人知道 但更少人知道的是 天网构想的提出和组建 天灾之节预警机的研制 其实绿渊都有参与 不仅如此 在对天网的使用上 它还有指赐于执政长老的高等权限 绿渊本来不敢使用天网 害怕会被反监控 但现实是人家都已经在监控它了 那它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而且既然用了 绿渊就准备好好利用它 以达到最佳效果 它闭上双眼 任由构建成天网的天眼 锁定自己 在脑海中思索着破局之法 夜空依旧深邃 一阵疾风席卷而来 把它吹向了远方 五小时后 绿渊漂流到了一片诡调的海域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到处都是庞大的漩涡 从天空俯瞰 它们仿佛黑洞一样 拉扯着四面八方的海水 汇入其中 海水奔涌 发出阵阵咆哮声 天地间昏暗无比 来到这片海域后 绿渊神色平静 但眼里却流露出了些许哀伤 因为这片被命名为 死亡油窝的海域 曾经坐落着一座 繁华至极的大城一盖亚城 生命绿海疆域巨大 分为内海与外海 内海只有外海的百分之一大 但由于生命议会等众多执政部门 包括数族所在的碧天岛都在内海 所以内海在政治 经济 教育方面的地位比外海高得多 但如果以底层族人的数量论 外海的树海族人是内海的上百倍 繁华程度也不亚于内海 盖亚城更是可以冲进繁华程度前十的名城 可就是这样一座城 在三年前被一场等级比毁灭级更高的末世级天灾之劫 彻底毁灭了 演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三年过去了 死亡漩涡依旧还在 但那座建成历史超过数千年的盖亚城 却没有了任何痕迹 它的一切都被死亡漩涡吞噬了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淹灭黑洞天灾之劫爆发时 绿渊就在盖亚城树白海里外的一座小城 当它紧赶慢赶来到盖亚城时 盖亚城已经被吞噬了一小部分 它当即投入到了消灭淹灭黑洞的行动中 可淹灭黑洞之所以被列为末世级天灾之劫 是有原因的 成千上万个或大或小的淹灭黑洞 分布在盖亚城的各个角落 纵使绿渊可以很快就消灭掉 其中一个可依旧分身乏术 它那次的努力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最终 绿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盖亚城 消失在了湮灭黑洞中 不过也因为它的努力 盖亚城还是存活了不少数海族人 那次行动深深地震撼了绿渊 盖亚城的遭遇 一如它曾经许多次没能拯救的城市 甚至是它隔得太远 根本没能出力 便被毁灭了的城市 它真的恨 为什么是自己 可是多年来的经历 早就证明了愤怒没用 同时 宿祖和执政长老也告诉过他 只能是他 这是他必须承受的痛苦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 绿渊结束漂流 找到一处湮灭黑洞造成的死亡漩涡 在旁边静静地等待 约磨20分钟后 树玉便带着他的八名下属 和绿场如期而至 绿渊在选择死亡漩涡海域作为埋伏点前 已经用天网观察过了 以他五小时前所在之处为原心 半径300海里内 共有20支八人小队在搜捕他 其他19支小队的领队都是七阶数胜 只有树玉是六阶数尊 可树玉的队伍居然是最先找到他的 这不得不让他有些怀疑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你在等我们 树玉等人从天而降 来到绿渊身前20米处的海面站定 树玉语气镇定 神色平静 俨然从一开始就知道绿渊在等他们 但依旧从容负显 树玉的镇定让绿渊心中产生了强烈的警惕 但他也没有过于在意 在这种末世级天灾之节的遗址上 如果不是九阶数胜亲临 他绝不可能被击败 而且即便是九阶数胜出手 也得付出点代价才行 绿渊没有理会树玉 而是望向了站在众人后面 身体被藤蔓捆覆着的绿场 感知到绿场没有受伤 精神状态也蛮好后 绿渊这才放下心来 用妖力激活血脉力量 发动妖神变 他的形态顿时大变 同时从空间海背里取出祖树弓拉弓明箭 只见丝丝缕缕的黑色气流 从不远处狂吼的漩涡深处涌出 像绿渊右手食指和拇指汇聚 他的手掌很快被雾气染成了黑色的 然后是整条手臂 再然后是上半身 他指尖的黑色有险浓郁 几乎形成了一个黑洞 散发出强有力的吸力 把脚下的海水和四周的风都牵引了过去 树狱等人的衣摆更是烈烈作响 树狱看到这一幕 越发惊奇了 但面对绿渊强盗极致的天象剑 他竟然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的动作 而是说起了故事 你知道吗 我就是盖亚人 我的父母就死在湮灭黑洞天灾之节下 绿渊危症 凝神望向树狱 树狱的八名属下 以及绿长也都惊讶地望向他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找你 就是很想当面问你 当初你为什么要救我 而不救我的父母 树狱的眼睛里有着彻骨的恨意 他死死地盯着绿渊 语气冰冷地道 你知道这么多年来 我有多痛苦吗 合着他救了你 还是他的错了 绿渊没有说话 沦为接下球的绿长 反倒忍不住出声了 他救我当然没错 只是他明明可以救下所有人的 树狱说道 我试过 当时不可能绿渊摇了摇头 手中弓箭纹丝不动 当时不可能 那之前呢 在湮灭黑洞天灾之节爆发前 你把时间都浪费在哪里了 你应该配合我们进行调查的 树狱说 他是执政长老执管的下属 你觉得配合调查这种事 他做的会少吗 绿长冷笑道 我们指的是天灾局 树狱纠正道 天灾局自创建以来 便在全海范围内大力招收相关人才 现如今绝大多数用来应对天灾之节的大仪式结界 命气 以及特殊的秘宝 全都出自天灾局 你应该到我们天灾局去接受调查 不用树狱说 绿渊当然知道天灾局这些年的诸多创造物 他也承认天灾局的确很有能力和前景 但他不可能去天灾局接受调查 别人不清楚原因 难道他自己还不清楚吗 他消灭天灾之节的能力来自苍穹珠 而苍穹珠全天下只有一颗 早在很久很久之前 执政长老和术祖就确认过 苍穹珠无法直接影响和消灭天灾之节 只能借用绿渊的手 五年前 绿渊执掌苍穹珠的事 生命议会内部绝大多数高层都知道了 可自从五年前 他假死脱身 除了执政长老和术祖外 谁都不知道苍穹珠已经被绿渊带走了 要是他现在跟树渊回天灾局 被查出身邪苍穹珠 不只是他要出事 执政长老恐怕都要被赶下执政职位 除非术祖现身 但千百年来 术祖只在五年前现身过一次 这其中的缘由太复杂 绿渊根本没办法跟树渊明说 因此他神色平静 不为所动 树渊看得懂绿渊的表情 知道绿渊的内心有多坚定 他也没想这么轻易就说服绿渊 只是想说出来而已 毕竟这番话他憋在心里太久太久了 不要再试图抓捕我了 绿渊看着树渊道 再有下次 我就真的不客气了 话音落下 绿洲松开了右手 蕴含着死亡漩涡吞噬之力的天象剑 破空而出 眨眼便落在树渊等人右侧三十米外 让海水形成了一个死亡漩涡 这处死亡漩涡较小 但受到五百米外 另一个较大死亡漩涡的影响 达到了一种诡异的平衡 让树渊等人感觉自己 被左右两边大力拉扯着 将在原地动弹不得 必须用生命之力竭力抵抗 困附住树渊等人后 绿渊朝绿长点了点头 这才转身走向远方 渐渐消失在了树渊等人的视线中 绿渊走后 树渊又拿出笔记本来 他在天灾之节遗址上时 实力可以提升数个级别 可以利用天灾之节的能量 他手上的碧绿色长弓 高度疑似组树弓 我忽然有个猜测 玩 作者 唐家三少 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点赞和分享哟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